大家好,欢迎收睇梅周一股,我是Think宏 今集有Stanley和我们推介他的心水股份 Stanley你好 回顾一下上次Stanley推介的股份 上次你推介是1686新二亡 恒指其类表现,升了88点 升幅大概有0.33% 股份方面的表现就跑输大肆 期内也跌了1.9元 升幅是2.6% 不是很多 看看当时的买入建议 当时的建议买入价是7.1元 目标价9元 指市价6.6元 今日中午收市价立报是7.1元 期间的波幅最低是7元 最高是7.32元 正正就是回落后可以成功买入 可以了 即是都是先拿着的 先拿着的 没理由只要一格又收货 对吧 我看9元的位置 虽然有点进取 想想想 为何呢 但它的势量好像不错 不错,跌不下 是的 但是现在市价9元好像进取多一点 不过算了 我想暂时 我想也要保守一点 先看8元 然后再看这个位置 即是再看高一点 好啊 測略报好一点 好啊 买了朋友就先拿着 没错 刚才你说市价 这些市价好像又要紧慎一些 是啊没错 但是今天又看到 市价昨天跌五百点 今天又升回 又升回二百多点 又好像不错 为何你会有消息害怕呢 害怕啊 我觉得不知道呢 12月份 我觉得市价似乎 我觉得没有大家 好像想到那么亢奋 我见坊间好像 每个人觉得有疫苗 市价可以再爆边上去 但是我又没有 觉得那么乐观 反而反过来 我觉得美国 即中美关系 这个第一个要关注的地方 嗯 但是相对上 就是今天推股的 有什么比较 安心一点点的股份 又可以买呢 所以那个比较 我说比这些 基本上是 都是内需概念的股份之一 是 那还可以说是 我前度上 那些国策都是 当然要留意国策的情况 但是这个板块 近年来计 或者是一段时间 股价表现又不算差 那是哪个板块呢 燃气股 其实我都比较少推这些板块 是啊 是不是第一次推呢 这一只都好像是第一次推 是啊 就是中国燃气384 不过大家都知道 其实到一些 管道的燃气销售 燃气接驳 工程设计等等的业务 实际一点 看看它的业绩表现 因为看到最近 其实都出了业绩 略略看 好像表现又不错 因为看到业绩之后 很多大行都调升它的目标价 看到当天 其实那个 304的股价表现 也是不错的 是不是都算是一个surprise 来的呢 其实 算不算有惊喜 都是见仁见智 因为其实你论业绩的表现去看的话 我觉得就 叫一般 你说是不是很好 我又不觉得是很理想的了 但起码就叫了 因为那个叫做 就是那个年度 这个叫做三月底子 这个业绩 其实是反映到三至九月份的时间 那个叫做业务发展的情况 你说在三四月份左右 应该都还是受到一些 疫情的影响 因为很多工程也可能 因为这样而要慢了 但是 还有就是说 通常本身 他叫做下半年度 就是好像你说 十月到大概是 就是二月到这些时间 应该算是 对于他来说 应该会比较上 是叫做 可能那个 那个收入方面 可能会多些 为什么 因为冷的 可能大家会用一些 叫做能源 资源会多些 所以对他来说 上半年度可能会 就是那个业务 可能会差一点 所以这个下半年 应该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 还有一样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上年下半年的时间 是 基础比较低 所以也要这样说 就是说 本身 他这次业绩出来 是叫做收货 但是问题是 大家都知道 今年很多的业绩 那些公司的业绩 上半年基本上 大家不要看 在下半年 甚至乎 可能在后一点的时间 那个情况 因为你今年上半年 说一句 你间间企业都一定会败过疫情 就是这些因素 所以可能你说到下年 甚至乎到 下半年的时间 但是业绩 是否真的会有 一些比较好的反弹 以这个表现去看 我只可以说 业绩叫做收货 但是它很标签 是否会有未住 好啊 我们再拆小一点 好啊 看看各项业务的表现 看到其实管道燃气销售 都是占最大的一部分 分布压力的表现 就是那个升幅都不错 一乘一乘二 不过我看到瑞銀 其实也有报告 他说增值服务 亦都是业绩的一个亮点 是的 没错 是吧 就是一个 怕被市场忽略的一个亮点 这个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以销售去看 也好 甚至乎分布历力也好 分布历力也好 分布历力也不算最大的 你见到都是 如果以那个占比利价的话 它都是排第四 也不是算多的 当然另一个叫做液化石油器销售 那个增长都比较劲 不过那个规模就其实很小 你见到的时候 那个亮度虽然是很大 就是都做了差不多四十多的生意 当然 分布历力也只有七千多万 是很少的 而其他那些 你看下去的话 其实就是 当然工程那里是多了 工程的收货方面 多了 那个分布历力也算是大了 但是如果这个亮点的话 就一定是真正服务方面 这个其实是什么的一回事 我这么简单的概念就是 就是说 好像香港的煤气公司 你可能按道理 它只是做一些叫做一些 叫做一些 sale 器 就是你家里的那个 大家开爐 有些供一些煤气给你 做一些东西 但是真正服务的意思就是 可能它当中 就包括一些爐 可能一些其他周边的产品 做一些东西 也可能有一些智能的 一些电 一些可能输器的服务 包括这些东西 包括在内 所以你可以说 这些是一些 就是可能大家 不是很显眼的东西 不过 当你的规模 当你的用户的人数 越来越多的时间 自自然然 你真正服务的部分 其实都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增长 简单来说 你越多客户的时候 这一块你那个 增长的潜力 都相对会比较大 所以这一块 亦都可以说 未来一个 即是未来 有一个时间 一个公司 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 过去的量点 但是Stanley 因为我看了很多报告 他就说 其实今次这份业绩 亦都见到 它将重心 即是拼弃了 农村的新捷博 那个focus 是的 没错 反而转移到一些 城市的燃气项目 是否即是 今次的转变 令它今次的业绩 比较收货 我想这个 也是一个 对于我来说 或者这么说 是一个 我觉得是公司 一个转型 不是一个转型的 应该说 那个业务的发展的重心 有一些 就是开始转移 这个是什么 大家先看 下年公司就见到 现在 其实你会见到 那个管道燃气项目方面 其实也有个增长 增加 增加大概一成 不够一成 即是大概一成 另外到下面 那些 你见到 可能你说 那个城市燃气 那个叫可置服居民用户 其实现在很多 那是四千五百多万 但问题是 那个增速 现在只有大约 4% 其实不是算多 为什么呢 你的基数开始比较大 这个也是可以说 中国燃气 未来一段时间 你可以说一个叫做常态 现在都会穿这个状况 而且那个叫做 是滲透率 来计的话 基本上现在都去到 大概是六成七 你说 你这样计算 可能还有些空间 可以再发展 这样 但是不要忘记 全中国里面来计的话 就不是只有这个做 就是有其他公司 在做这些东西 所以变成竞争都会越来越大 但是与此同时 再看新接驳那边 其实 你见到新接驳用户的总数 其实都有个 即是未跌的情况 跌了百分之三点多 这个都因为刚刚提到 你那个基数开始大 而且 开始这个叫做城市燃气接驳 这个 那个叫做增速 这些东西 开始叫做放慢 还有就是 香川那边 气代煤那边的项目 其实开始 我想你会 差不多 可能叫做饱和 就是类似这个 概念 所以你会见到 其实增速上面 其实特别在 那个叫做气代煤那边 其实在 叫做 新接驳用户的数 其实跌了 跌了 跌了比较多 都跌了差不多四成多 但是同一时间 你会见到 有个叫做智能尼管网 这一道反而就是说 上年的时间 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是 到今年开始 即今个年度开始 才出现这个 所以你也可以说 当然 这个量来说 这个暂时来说 是很小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东西 我想和它增速 看完之后的时间 都会越来越快 是的 我们可以看下一版 刚才Stan讲到 智能尼管网 因为我上网看 有些分析 其实它2021年 都进入了一个 高速的发展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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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将来这个东西 会佔比再大一点 一定会 因为现在你看上去 其实用户人数 只有6500个 其实是很少 你和上面的相比 其实现在这个数据 是微不足道的 是差很远的 但是你会看回 你说 那个乡镇延停的项目 这样计算的 其实现在 都已经去到差不多700万 所以增速开始是放慢 甚至乎 或者是合理的情况 但是与此同时 你会看到 智能尼管网那边的 那边的范畴 有机会增速 可能有机会 是会加快的 所以这个可能 今次公司的业绩 我觉得一个 大家要关注的地方 因为其他那些 其实你看到的数量 其实不是很小 所以再高速增长的机会 其实真的不高 反而回来 这一块 微管网 这一块 反而真的可能 知道那个商机 才会越来越大 值得期待 这个 好啊 看完那么多数据 其实今次这份业绩 我看到很多大行 看好它的某一个原因 跟Stanley看一样 就是因为它的自由现金流 由负转正 其实这个负转正 其实预期 未来是否都可以 保持着这个表现呢 这个其实我都抽大行 因为其实 文波斯老师 你说的业绩的重点 其实也是 公司本身 今次你见的业绩里面 都强调这一样 因为其实这一样的改善 也都变相反映了 就是公司的一些 一些的债务 甚至公司的财政状况 那方面 是有一个比较上 是挺好的一个表现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因为刚刚你见到 农村那边 就是你说那个 煤改起的一个接駁 其实这一件事 其实你也可以说 增速以往的时间 是快的 但是与此同时 因为这一件事的 回款率 相对比较长 也都可能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补贴 这些东西 因为可能也是比较慢一点 所以其实这一件事 变相之下 令到公司的财政负担 其实有些叫 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所以公司现在 你可以说 可能这一件事 叫做慢一点 变相之下 可能对于去财政的状况 都有些比较好一点的改善 也都变相 它的自由严格 相对比较好很多 因为以往的时间 中年是其中一个 比较救病的地方 公司的财政的状况 其实都是 可能有些质疑 就是说 你不许叫做cash out 就是那个自由严格 就是叫做负数 这其实对于一些企业来说 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以今次由负转政的话 大家都可能有少少 也不是少少 起码体法上面 其实都变得比较正面 一点 所以对它的估值方面 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另一个原因 为什么看好呢 就是因为乡村微股网 有望可以成为一个新量店 其实今年也看到有些动作 就是好像生日份的时候 和宜昌市政府 就签了一个合作 就是签了一个专案 投资18亿 建设一个农村微股网公器系统 其实这些这样的步伐 其实是否会 未来可以带来额外的 新增接驳量 都会的 为什么呢 你说气代煤这些项目 刚刚看到它的增长 好像比较慢 而这个东西本身就是 北方地区相对比较多 但另一方面 其实你见到现在 这个叫做 就是乡村微股网这个概念 其实反而是南边这边 你可以说 可能北边那边公司的发展 已经可能差不多到尾声 现在反而第一转转 可能会加强南边这边的发展 因为以往的时间 其实你可以说 我们说内地方面 很多的接驳这些 其实是一些中部地区 你说沿海城市那些 其实已经发展了 所以反而以往的时间 那个商机就是一些 可能比较似一级的城市 但问题是 北方有最便利 因为北方也可以说 以往的时间 好像比较厉害 所以说可能要煤改气 这些 政府也会帮你 但问题是 现在做都七八八了 现在开始 可能那个重点 就放在南边这边 但是南边那边 其实那个 那个形式上面 跟北方可能有些不同 因为你输气那些 可能跟北方比的话 难度可能相对比较大 因为北方 其实你近俄罗斯 俄罗斯会变到那些气 直接可能输下去 会变得一点 所以南方的做法 应该就是说 包括那些乡村微鼓網 去做这一件事 其实这些 你可以说是一个 叫做平台 就是一个智能平台 包括一些 可能有些车 运输器去某些地方 有些叫做那些气站 就是做这种反锁 所以就变了你说 当然如果以之前的时间 他都签了一些合作的了 而当中可以说 在未来这些三年的时间 在这个移昌市这个地区 都可能会有用户人数 都差不多20万户 也都相信就是说 公司在之后的时间 在不同的地区 都有这些类似的合作 不过Statley有一件事 不太明白 因为看了很多报告 好像花旗那样 他就说 为何他这么看好 384 为何唱好 他就说 因为他有一个 新股份的奖励计划 他都觉得有一个 正面的作用 其实有什么帮助呢 这个我解释一下 很有趣的 这个就是说 之前的时间 拍了一批的option 给一些股份 送给一些员工 行使价 其实是当日的股价 大概是23.8 这个位置 如果你是以option的想法 就是说 高于这个国家 也有些员工 就是变相之下 员工 你叫做有些赚 如果你是以28.8 去计算的话 员工每一股 其实赚大概是5元 行使的时间 基本上 大概是2026年 这段时间 但是当中 其实有些条件 要解释就是说 如果员工要行使这批option 他要达到某一些条件 例如就是说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公司在2022年3月底的财年 基本上那个随随的淨利润 基本上是要 利润达到140亿港元 如果你这样计算的时间 那单一条数字就是说 因为现在 现在 如果预计 它叫做今年的年度的时间 大概是2022年年度的时间 它那个大航预测 全年的正利用就是 要有这个180亿 大概大概这个数字 如果假招搭标的话 可能是2022年3月底的时间 它真的那个财年 要到大概140亿的话 就是意味着未来这两年的时间 那个盈利的增长 至少要维持一成半以上 所以你都可以说 其实如果按道理 公司未来这一年时间 应该依然处于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增长 所以就变成了 这个我们也可以说 如果他们为了要 都要 鼓励他们 这个鼓励 当中有些叫做正面的帮助 好啊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刚才Stanley一开始都讲到 因为有些政策 国策的帮助 其实见到国家法改委 亦都发布了一个 天然气优质发展报告 亦都说 2025年底 那个燃气消耗量 就会达到440亿立方米 比起2020年 增长大概三成八 复合增长率 五年大概是7% 其实见到它的预期 也都这么正面 亦都代表着 其实304那个 销量的增长 很止入可待 其实也是 因为本身 你可以说 气这些的范畴 基本上 那个的发展 都仍会却着 尤其是刚刚提到 你可以说 一些东北地区 现在还是煤改气 正在做这一样东西 另外工业 也是 工业都在做类似这些的范畴 而且本身 在14.5里面 其实都预认了 这个天然气的需求 还是会相对比较大 也都在国策的支持之下 这一范的发展 都仍然有一个比较想要 你可以叫做乐观点的看法 是 好啊 不过我说了这么多好的因素之后 大家都要注意一些风险 图表也都见到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一些接驳用户 和微股网增长 是比预期差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是预的 就是 大家现在可以说 这次的议席表现 大家最有些衷敬就是 微股网那边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一些 一个的增速 如果这个假设 是相对比 和大家预期中的一些落差的话 变上这下 都会可能令到 它的估值 受到一些影响 随此以外 就是政策因素 因为说真的 这个一个版法 其实过去这几年的时间 有时候的企价 有些 有些门站的 那些费用 那些收费 其实是 都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是 而且这个情况 都会对于可能你说 这一类的公司 都有一些比较大的冲击 因为之前 没有试过 那些接驳费 曾经那段时间 是说去到 要减零的 就是这些做法 是 所以变成了 这些消息 都会对于 三八四这类的公司 都会有些影响 嗯 好 大家都要注意 不过 看到今天三八四 暂时都要逆市 要跌百分之一 去到二十八个二这些水平的时候 我们是要等低这些再买 还是怎样呢 其实我认识 大家会现价买的 因为是二八个岭这些位置 既然定了二八元 就要二八元买 目标价在三十元这个位置 暂时分二十元一个止损位先 好了 大家可以留意这个三八四的表现 也都麻烦了 Stanley 和我们这么详细的分析 和你申报 有没有持有以上投票股份 没有持有的 好 麻烦了 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 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就在这里